近年来中共官场腐败猖獗,裸官盛行,各种贪腐涉案的金额巨大 日前一份由中国大陆媒体所撰写的《中国裸官报告》 就揭开了中共官场裸官现象的冰山一角 那么这个裸官现象反映了中国怎样的社会现状以及走向呢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专家的分歧 10月14号财经杂志责取过去20多年59名落马裸官的案例 汇集成《中国裸官报告》 报告中这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呢? 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外逃贪官数量成谜 难以统计的裸官数量更是谜团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中国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一连串的贪腐答案 最近相继开庭 他们呈现出一个特征 就是涉案官员的配偶子女 生活大部分财产都移到了国外 而当事人则在国内裸体做官 裸官和贪官呢 确实像报告指出的根根就是一步之遥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大部分裸官来说 他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子女安排到国外 自己裸身的在中国当官 他一定要有相当大的财力 而按一般中国官员的正常的工资水平的话 是不足以支持这些的 根据中共监察部网站公开的消息统计 18大以后仅在今年的上半年被查处的贪腐案多达54起 而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调研资料已经显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包括罗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 有一万八千人外逃 他们携带外逃的款项高达八千亿元人民币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中共这个制度给罗官们带来贪腐的机会 他们可以通过权力快速的聚敛财富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又让他们有一种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他们的快速的联财 然后就迅速的把财富转移到国外 而转移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家人能够移民到海外 这样的话你应外合达到转移资产的目的 最后也为自己买条后路能够抽身走人 财经杂志这份报告所选择的 这59名罗官样本里 除了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和地方或职能部门 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也有各类国企高管 其中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重 金融行业占据24% 党政官员占据34% 其余多为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人员 所在行业涉及电信业 烟草业 石油业 证券业 交通业 旅游业 服装业等 夏明认为 在中国金融业和国营企业 政府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类别的 这其实是一种权力经济学 政府官员有巨大的权力可以敛财 而国营企业也是政府官员控制经济部门的 他们可以敛财 而中国的各种金融行业的话 所有的中国国家银行金融大的机构都是由国家垄断的 夏明认为 罗关现象是中共从上到下不可阻止的一个现象 如果最上次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都不具有信心 或者说最上面的领导人都在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最宝贵的资产 以及说自己的孩子 那么要把它给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那么我想这种所谓的自治罗关的行为 从根本来说是根本没办法整治的 不过谢田认为 罗关用行动对中共投下的不信任票 也让中国人民确实明白解体中共的迫切性 作为罗关的这个行动本身 已经对那个中共投下了最大的信任票 就是他们对这个中共的体制 中共政权呢 已经没有任何信心 而过早的给自己安排好了退路 这实际上也对解体中共 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来说 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谢田表示 当中国共产党官员内部 越来越多的出现这些罗关的时候 人们就会知道 整个中共上层已经在开始抛弃中共 这条沉默的大船了